如果不说它是总统府 出现这么豪华气派的建筑 会以为它是博物馆或是豪华酒店 阿布扎比总统府外观气派 内部更是豪华大气 其实它是国家的行政宫殿 总统府是阿联酋内阁和阿联酋高权力机构联邦委员会的官方会议场所 也是友邦国事访问和各国首领会谈的举办地 阿布扎比总统府2017年完工非常新的建筑 2019年开放给官康克 疫情期间关闭了两年 2022年旅游市场陆续开放 这个耀眼如现代宫殿般的建筑 又在列入观光客的行程 参观总统府安检特别重要 我们先到总统府旁的安检室 每个人通过安检 在乘坐总统府的大巴接驳专车 进入总统府门前的广场 短短几分钟的路经过层层圆形围格的水池 碾过漂亮花围的大理石地面 四周树里有字的棕榈树 不凡气势已尽显在外 这门顶上圆形穹顶 如在带头上的皇冠 两色白色建筑也都有穹顶 圆锥形拱门 十足阿拉伯风味 进入总统府大门 豪华其事 输给任何总统府 总统府中庭镇厅极为宽广 没有任何摆设或装饰物 层次普通的墙面各有各的特色 墙面一角有文质解释 说明艺术装置使用了彩色玻璃的过滤光线 增强了建筑物的图案和建筑风格 此席看其墙面图案 各有不同的花纹 但都是八角星 八角星是阿拉伯文化重要元素 也是建筑物所有设计的基础 穹顶设计也是美轮美奂 淡雅又内容丰富 大丁的主色调是白色 浅蓝色和黄色 反映了该地区景观的丰富性 选择白色 棕色 褐色 灰色 金色和黄色等 微妙色调的大丁石 来反映沙漠 天空和海洋 这种和谐的色调融合在一起 不作痕迹地打破了装饰的统一性 用融合了整体设计 在总统府右侧有阿尔瓦丹图书馆 呈弧形的书架有两三层高 图书馆1981年 在已故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创始人 谢赫扎耶德的授权下 文化基金会在阿布扎比成立 基金会开始透过收购三本和手稿 来建立图书馆长书 图书馆注重于推广阿布扎比的文化愿景 并希望能激励年轻的一代学者 艺术家和历史学家 文化馆内有阿拉伯文化产品 墙上挂着一千零音页童话故事的画本 还有些古代乐器 地上铺的豪华波斯地毯 外交礼品大厅是最新人参观的地方 这里展示了阿联酋大公国收到了众多各国外交礼物的精选 琳琅满目 渐渐都是深寒意义的精品 反映了主兵之间的互动与尊重 中国送的礼物是一只展翅的大雄精英 上面写着中文大展宏图 在礼品市的一角还挂着阿联酋大公国历任领导人 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国家 总统宴请重要客人的宴会厅 有舒适座椅的放映金 大家都一一参观了 赞叹真是美观豪华又大气的总统府 在一些角落 有黑色八角形的休息室 里面有座椅 走对的人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特别设计着窗口 外面看不到里面 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总统府其他地方的座椅 大部分人是不允许客坐下来休息的 每一条走道 虽说没有摆设 各个墙面都有不同图案 层次丰富 颜色淡雅又高贵 同伴们在一条无人的走道上摆姿势拍照 连平日不喜欢照相的男士 也像模特儿一样摆出帅气十足的姿势 大照特照 老夫老妻也在这清雅拓俗的长廊上 留下许多有趣有罗曼提克的相片 总统府的高雅长廊留下我们的身影 杜拜旅游太多 令人想不到了惊奇